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为全人类平凡中的不平凡的时代 这成立与这冰城华人200年历史息息相关 是20世纪初冰岛最先设立的商团组织 也是马来西亚最早设立的商团之一 贯穿着与国家 州 华社的种种瑞便 冰州中华总商会穿梭漫长岁月 远在1903年 商会先贤在林克全领导下 成立了冰郎与华人商务局 并于1907改成冰郎与中华总商会 直到1977年 在义名为冰州中华总商会 沿用至今 经过漫长岁月 它由初期岌岌无名的组织 会变成今日马来西亚最活跃的商团之一 并于2003年12月 获得国家社团注册局颁发昨夜社团奖状 商会也在2006年3月 获颁ISO 9001-2000品质管理系统证书 并其后于2010年3月 提升至ISO 9001-2008品质管理系统证书 无论在会员人数 组织 其服务功能上 均备受官方及私人界的推崇 回想当年创会之初并无定所 办事处经过多次搬迁 一路走来直到1917年 购得9间2号Binac Street的建筑物充当会所 并于1918年迁入 1920年 冰商又购得莱特街衔接会所部分土地 并加以扩建 1927年于后段扩建三层楼 至此成为槟城百年历史发源地建筑群中 最具华商崛起象征的建筑物人文之一 1928年时任中华民国驻槟城总领时代培员主持开幕 1941年秒 商会集会所受日本南京战态制1945年 时至1952年后1954年 才重建莱特街部分 上世纪80年代间 冰州华人大会堂新大厦建筑后 冰商会按照原来的协议捐助100万令吉 以获得华堂酒楼全层永久使用权 随着槟城新一代商界崛起 彰显商会百年来走过的道路 也从来不乖离创会宗旨与方向 高瞻原主以注重教育为主题 表达了商会坚持从商为善的精神 除了对自己创业富人外 对首业实名感兼忠于历史还原的起 更决定复兴记录 立足当下把这坐落于旧关子角古籍区 充满先贤在殖民地时期 艰苦岁月奋斗的雄为百年商会大厦 根据点建筑重现 今年的费庆的主题是 来具关怀爱心自感的四大 因此我们祝愿能够展现出来 以便能够给未来留下美好与难忘的回忆 我们仍以百年的积业 新纯能够聚往开来 而在这方面来说 有戏宾城中华总商会各个商团 仍以整次全球宣导宾城经济的绝续 成就千许华商从盛进 红州共济更洋商 我们要感恩 感恩我们的先贤 为我们留下这座美好的建筑物 感恩我们的先贤 为我们留下这样的一个健全的土地 感恩我们这一代的人都能够输入我们的商会 我们也真的希望 也真的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会做得比我们更好 每股冰州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是一脉相承的渊渊流长 而冰州中华总商会自1903年至2013以来 汇集了一群成仙企后 既往开来的食物耕耘者 肩负为国家社群谋求丰盛生命力使命 没有个人议程的勇往直前 排除万难 艰辛经营从商为善崇高理念 主照了辛劳更云为设计 开拓伪业幻光彩商会领导楷模 至今他们的思维下的每一句话 仍然是为国家商会社群而言 就让这充满生命力的话语 感动你我内在多年的感恩之心 我们不要分广东啊 分福建了 大家应该合在一起才有东西做出来了 没有合在一起什么都不能够搞的 你四分五略要做成什么 你要做我拉你的脚 没有意思了 所以要做这一条心 什么都可以做成功 我常常说这句话 林昌悠的时代 林昌悠是我们发生最好的女仇了 对吧 他跟商会很配合 配合得很好 他做得很好 我们上个月做什么他会帮忙 他会配合得好 很好 如果我没有造一个教育呢 为什么我的儿子之后 吃吃也有 拨吃也有什么都有呢 因为他们是爱 他们不乱来 这样才能够成功 他们又要跟做法一样 你帮忙这个社会做一个工资 现在这个社会我常常跟他说啊 你给他五块钱这个社会 不过天公给你赚五十块五千块你看不见了 所以你帮忙社会啊 你不要怕天公会帮忙你回来 所以这个最要紧的现在鼓励他们 你要赚钱要违固这社会 帮忙社会 三位三四五年的过程 我从一个小伙子做到今天 三四年人生是我人生 超过人生的一半 当我也是根据那个传统 根据应该改革的地方 都进来去 因为我反正我们改革 不是为我个人 是为整个主持之下的那个 未来更稳定的 凡是州政府的政策 我们有好的看法 我们都会提供相当好的意见 给州政府 尤其是在二零八年的那个选举过后 我们曾经提升过那个 不用把民众造成更好的一个城市 这点我们都尽了我的意义 其实我很积极的那个推动青商团 因为主持要的 我们要看到一点 我们推动这个青商团 有两个目的 一个最大的目的 是对商会员的真正做什么事情 他们了解 第二我们对他们的事业 尽量去付出他们 给他们一个network 所以在对他们的胜利上 他们都有帮助 同时他对商会都有关心 因为这个主持 这个主持的目的是这样去照顾他们 我推动不只在民族 我推动全国的那个青商团 我们目前的公商全国的主商会 一共有十七个members 现在差不多我们超过 90%都有青商团 这点我感觉到这些人 这个是我们未来的那个生理经 他们可以制造一个network 不只平成可以全国的一个network 这点是我用心量去培养这些青商团 我认为这样商会在槟城呢 对华人是一个好像猫屁 因为你怎么发表的话 人家对你都是很有尊重的 每个国家的商会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然后尤其是槟城那时候 所以中华中商会呢 一个最高层的一个train body 我是希望说这个传统要继续相信 不过现在呢 有一点我认为是很对 平成对马来西亚很重要 就是这个AEC的concept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我看这个AEC 我们应该是 比较actively enforce 这样的linkage 叫交流 所以我们前一百年的发展 是很慢 就现在开始了 下去一百年呢 会很快 我是希望所有年轻人呢 要对环境呢 要respect 要保养 哈哈 在110周年里面 我们最主要我们的商会的未来的工作呢 主要的是培养出一些新的领导班职 我希望这些领导班职呢 都能够的一时并进 都能够符合时代的要求 将为广大的我们的会员们服务 这一次呢 110年跟上次100年这种庆典不一样 因为环境不一样 尤其是在2008年呢 并成已经入园了 这样我们这次呢 我们会邀请不仅是说全国隔地的商会的一些属下会 我们也会邀请许多那些东南亚隔地的一些商会来参与我们 在我们的庆典活动之中 比如说我们要塑造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 爱心的社会的一些活动 这样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花了差不多650万来修复我们的那个商会的大厦 地区主动地区 皇家在山口中 录音地区 古墙山湖 我相信这种房子 从来自日本有关系 城市中的建築 以下门发生的地方 我们历史大厦 建築 让我们承训 整个建築 成功 我们的赖面 为我们留下一个传统 在那些众位的组织 会有建筑来参加自己的建筑 我们商会也带头来为入鱼做出一个很大的贡献 入鱼之前 你可以看到 冰城的那些尤其是在入鱼的区域里面 几乎是没有活力 可以这样讲 但是如果入鱼之后 那就不同了 现在你可以看到 旅客来这里游玩 看它的地产方面 地价方面 都一直在升起来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大的冲击力 很大的活力 如果说旧的已经修复好了 我是希望说我们可以腾出一些地方 跟一些在资讯方面很强的一些集团 配合 我希望说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很大的资料库 这样所有商家 在槟城 甚至在全马 都可以善用我们的资料库 而且我们的会员都可以 运用我们这个资料库 来经商 来跟世界联系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们华人经商的根基 最主要是说 鼓励他们 按部就班 量力而为 脚大师弟 这个经商的原则 来经商 我认为 100年 到110年 是另一项 所以我们做的 是我们会 继续 跟导师 我们的公司 和 我们可以继续 然后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带到 我们的公司 到更大的资料库 我希望我们能建立 这个资料库 然后我们可以 跟我们的公司 跟我们的公司 跟我们的行为 我们应该能够 一起努力 然后 去参加 参加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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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 想到 事事来讲 我们商人上 都在各 不同国家 都记住 群众的商业作用 假如这些 能够配合 联合起来 都发挥的 力量 是非常 巨大 朱镜德侦 现在 是 你通到整个世界 东西 你要走出 就走出这个一步来讲 我们就要出新 接下来现在我们所研究生意 你第一想到这个生意 你是否能够在国际上更加竞争 一个人创业也非常重要的 黄宋 定奏起家是来自那个港口 不是港口罢了 因为有贸易 有交易 有神意来往 我们没有功夫天然职严 我们只是有人力职严而商业 从如做到有 从小做到大 真的是白手起家 商会叛演中间的角色 尤其是华人 宾州华商总商会 因为110年 我看是最久的 全马最久的 而且 宾州现在的繁荣 它多多少少 也因为有宾州华商总商会 肯定 而坚持 他们的贡献 我认为他们有眼见 他们也是有这个勇气 去投资 投资未来 当靠港口的时候 他们就跟那个港口有缺连的 有关系的 肯定 港口那个 至于港口一 被吊销取消过 他们就想另外一个方法 所以基本上我发现到 在宾州的商家 他们全部是有长远的计划 他们投资未来 宾州能够继续有新发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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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档 档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